本期视频获利军为大家介绍瑞典陆军斯特尔夫122主战坦克 该款坦克是瑞典陆军的绝对主力 也是瑞典抵御俄罗斯军事威胁的顶梁主 自从芬兰瑞典共同申请加入北约后 俄罗斯就不断用军事压力企图让二者退却 然而芬瑞两国根本不从 除了北约明确表示要为两国提供军事保护外 芬瑞两国自身的军事实力也是其底气的来源 芬兰就不用多说了 当年苏芬战争打的俄罗斯到现在还心有余悸 而瑞典也不是随便能欺负的小国 瑞典国内的萨博防务系统和伯夫斯公司 都是世界顶尖的武器制造商 伯夫斯的防空炮和机炮效往世界大量国家 甚至连美国也对瑞典武器青睐有加 而瑞典陆军中的SERV-122主战坦克 更是欧洲一众现役坦克中综合性能最为顶尖的存在 SERV是瑞典与The Rigor Ranger的缩写 指引为战斗车辆 即我们俗称的坦克 该型坦克是德国鲍2A5型主战坦克的改良版 堪称鲍2系列坦克中最先进 防护能力最强的版本 鲍2系列坦克已经改进到了最新的鲍2A7版本 为何基于鲍2A5的瑞典SERV-122 还能被称为最强鲍2呢 接下来火力军就为大家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SERV-122坦克的起源 讲起该坦克自然要聊到鲍2坦克 德国的鲍2主战坦克直到鲍2A4型 也就是第5到第8批次才逐渐趋于成熟 而随着时间的推进 德军深赶鲍2A4防护和火力的不足 于是制定了KWS升级项目 旨在提升鲍2坦克的火力和防护力 火力方面衍生出了后来鲍2A6上的那门55倍镜主炮 防护力方面则催生出了 从鲍2A5型就开始安装的正面斜型装甲 早在鲍2A4生产第5批次时 德国国防军就从中抽调出一辆坦克 来改装为鲍2KVT 一为部件实验车 这是鲍2坦克正面首次安装附加装甲 在对该型车辆进行一系列评估后 德国国防军采用第8批次 也就是最后一批鲍2A4的两辆车 改装成了鲍2TVM部队实验车 在德国摆弄他们的新坦克的同时 瑞典的主战坦克项目却因为资金问题夭折了 此前 瑞典陆军装备的主要是自主研制的 S2-5103主战坦克 其实相较于坦克 S2-5103更像是二战时期各国装备的坦克兼机车 其没有安装炮塔 而是依靠车身的转向和液压悬挂调整火炮指向和抚养角度 因此 S2-5103显然无法适应新的作战环境 瑞典陆军急需一种新型主战坦克 1991年11月11日瑞典在经过一系列评估后 向英国 法国 德国和美国四个国家抛出了橄榄枝 这四个国家研制的坦克 代表了当时西方主战坦克的顶尖水平 分别是英国的挑战者2主战坦克 法国的勒克莱尔主战坦克 德国的鲍2KWS方案和美国的MEA2 全球最为先进的四大主战坦克同台竞技 这样的场面显然是空前绝后精彩分成 我们先来看看这几辆参选车辆的整体情况 鲍2和M1主战坦克的性能最为均衡 但当时的鲍2的KWS方案 还是一款带有浓厚实验色彩的样车 可靠性方面显然不如酒精考验的M1 美军方面 虽然M1A2在当时是M1系列坦克的最新型号 但是M1A2主要升级的是车内的电子设备 传感器等 其主体结构没有大的变动 所以相对来说可靠性更强 而英国的挑战者2和法国的勒克莱尔都比较偏门 挑战者2是这里面防护能力最强的车辆 毕竟有乔巴姆复合装甲的加持 挑战者2正面和炮塔处的防护能力相当精良 而法国勒克莱尔是这几辆坦克中 吨位最轻的车型 由于采用自动装弹机设计 其内部仅有三名成员 勒克莱尔拥有娇小的体型和惊人的推重比 而且信息化程度很高 相当先进 但首轮急遭淘汰的 就是英国挑战者2和法国的勒克莱尔 原因就是瑞典陆军首要的考虑 显然是各个主战坦克 在瑞典寒冷天气下的适应能力 作为一个北欧国家 瑞典采购一款坦克 很大程度上 要考虑这款坦克在雪地中的适应能力 结果挑战者2首先败下阵来 其发动机功率只有1200马力 是这几款车型中最小的 在雪地上很难适应 其次 挑战者2装备的是一门线塘炮 发射的弹药种类 相较于其他几种坦克要少得多 瑞典陆军采用坦克的数量有限 要考虑到坦克火炮的多用途性 所以挑战者2很快便落选了 在机动性测试中 勒克莱尔主战坦克表现优异 他比最重的对手都要轻8吨左右 得益于此带来的强悍推重比 勒克莱尔在测试场上剑步如飞 然而当时勒克莱尔还正在研制中 可靠性严重不足的火控系统 在射击环节严重拉低了分数 除此之外 瑞典人还发现 勒克莱尔当时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 最终勒克莱尔也落选了 事后看来 当时的瑞典人是明智的 法国装备一向比较金贵 小毛病也不少 最终勒克莱尔成为了 最昂贵的三代主战坦克 现在竞技场上就只剩下两辆车了 一辆是德国的鲍尔坦克升级型 另一辆是美国的出口型M1A2 双方在火炮威力和射击精度上不分伯种 接下来就是防护能力测试环节了 瑞典人拿出了他们自己研制的复合装甲 这种复合装甲的表现让人惊艳 在实际测试中 这种装甲使得M1A2和鲍尔改进型的正面防护能力 提升了50%至100% 最终装备这款新型装甲的鲍二成功当选 这场四大北约强国的同台竞技 最终以德国的胜出而告终 整体上而言 瑞典选择鲍二也算是实至名归 因为此前瑞典就曾经向德国国防军 采购了一批冷战时期的库存鲍二A4 显然瑞典就是考虑零配件和后行压力 也要选择鲍二 如果购买美国的M1A2的话 显然就会遇到各种系统兼容性问题 加入瑞典陆军后 鲍二A5改名为Star of U22 其实最精良的鲍二A5衍生型 瑞典版本的鲍二A5加装了更厚实的装甲 吨位达到65吨左右 增加了炮塔顶端和前方的装甲 同时还改良了指挥和火控系统 Star of U22是全欧洲第一种 配备指挥管制系统的主战坦克 所有的指挥射控指令 都是由电脑自动操作 自动目标追踪的锁定只需5秒时间 可在一分钟内攻击6个目标 并且命中率高达99% 与原版鲍二A5坦克相比 Star of U22坦克的车头 进一步附加新的装甲 此外在车内舱壁 更广泛的装备玻璃纤维保护层 遍布全车所有的人员操作空间 车身两侧也换装更为厚实的装甲护裙 来保护悬吊系统 驾驶员车长与装填手上方 全面采用更为厚重的装甲舱盖 除此之外在增强防护性上 还使用具有防爆液夹层的新型油箱 引擎室内则加装一具侦测器 感应到起火时便会自动切断进气风扇 并关闭进气口 针对改装后增加的车体重量 换装了强滑板的悬吊与刹车系统 在外观方面使用新型的双色的迷彩 让坦克更能融入北欧地形的背景 经过瑞典的魔改后 SERV-122便生成为爆二系列坦克中 最精密复杂 防护能力最雄厚的版本 瑞典陆军曾宣称 现役任何反装甲武器 包括120毫米坦克炮 以及弓顶式反弹克导弹等 都拿SERV-122坦克的装甲没辙 目前瑞典陆军共装备有120辆该型坦克 其与CV-90步兵战车一起 构成瑞典地面部队的核心突击力量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你们认为瑞典这款SERV-122坦克性能如何 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之前 Cortez的这款转发表在京都上 位置 我打得给我 4小时 提供 我打得给你 我打得给你 我打得和你